針對中油第三座天然氣接收站 可能危害藻礁環團發洩公投 而政府方面呢 看到是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今天跟藻礁的相關環保團體的領導人 來見面密談 對於大方向雖然一致 不過對牽職依舊沒共識 中紀大學有多少值得回信 其中沒有一個人在場 邊講邊名嘴唇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憂心藻礁議題 影響政府能源轉型 三十號在台上哽咽超過三十秒 原來是因為想到許多好友 因為空污罹患肺腺癌 不過台北市長柯文哲 似乎不領這悲情牌 一席話酸溜溜對著淚水抱持懷疑 是不是上演表面戲碼 當天我有一個好朋友 是肺腺癌剛開完刀的中信大學老師 也到論壇的 昨天的論壇來參加 所以我才會認為 這一個減煤爭氣是非常重要 避開政治口水三十一號找來民進黨 副秘書長林飛凡和藻礁公投領先人潘中正見面 雖然雙方對非和減煤降空屋 護藻礁方向一致 不過對中游三接牽指 依然沒有共識 潘中正也直言 公投不會撤案不會被摸投 然而是否願意在公投前暫時停工呢 只要真的是工程會對這一些的生態環境有影響 其實不用環團朋友們的建議 我自己也會在內部裡面來做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停工的建議 民進黨政府在公投案紛紛成立之後才開始展開溝通的程序 成績眾承諾將公開所有可能替代方案 也會請中游暫停商及藻礁的工程中 但是全面停工 看來這場藻礁工房還會繼續延燒 記者橫凱 劉軒 台北創報道